严正迅你要是跟比方说观影你们之前以前有过合作吗 没有 完全没有是第一次 怎么来建立到这种默契的关系 你们中间会不会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之类的 我想应该每个演员都会有 会啊 就是彼此 之前对她的看法跟后来合作的看法就很不一样 之前是什么感觉 觉得观影在你眼前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女生 因为出现我在我面前的时候 说实话 对不对第一眼感觉要说实话哦 她在回忆 她外表 她外表其实 好像就是会 看不出来她 里面有那么多东西 然后 当然我觉得那要花时间 然后要真的导演看到她的那个 她的 她的那个让人家讨喜的部分 然后当她有表现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观众就会发现原来观影是一个这么可爱的 对 其实也就是在跟你搭戏的过程当中 颜承旭也是慢慢的了解观影对吧 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观影也是吧 了解颜承旭 因为颜承旭之前有些影视作品你都应该看过之类的 从戏剧上看到的颜承旭 就是颜承旭 就是颜承旭 我私底下看到的她是更多的颜承旭 比方说 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很少那样子的男生是介于小男生跟大男生之间 我觉得她有可以是饰演年轻的男生 然后也可以是成熟的稳重的男人 因为台湾我觉得很多偶像现在都是新起来的都是一些年轻 可是就是除了活泼好动有年轻的感觉以外 并没有另外一种我觉得稳重成熟历练的那一些 那我觉得那其实在一个 在演员来讲我觉得要有一些人生历练跟一些思维 我这包装起来才真的是我不知道才是整体的并不是装出来的 嗯哼 欢迎你对颜承旭 对你的评价很高哦 你刚才有在仔细听吗 她觉得你是可爱当中然后还带有成熟和稳重 现在台湾男艺人当中已经很少了 你自己有没有这样觉得 你说我哦 对啊 没有欸因为我觉得 你以为我在说谁 其实我还是蛮看人的吧 就是跟大家合作的很开心 当然我就会像我私以下的个性 但是其实我通常拍片如果跟大家不熟 其实很难让大家看到我们比较真实 因为我们平常旁边太多人保护 然后我们没有拍戏的时候也是 就是我也是都走到角落里面 嗯哼 所以对啊 也不太有机会让大家真的很 能够认识到我 嗯哼 真实的样子啦 对因为之前这个故事还没有拍完 我们之前只是大概了解一下 了解到这个你在剧中饰演的陈岳 和你在剧中饰演的小鹿 其实当中你们当中的爱情 还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难关 是这样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难关 就是难关 对对对 对 这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会好看 然后我也认为说导演挑 挑人挑的非常非常好 嗯挑人挑的非常好 对就是这让我很很惊讶 就是本来其实 坦白讲对这部戏我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因为 当然这包括我之前工作 然后我也很比较累 然后那时候 可能很多在发生很多事情 嗯哼 他又有什么想法以后你会发现 诶 导演好认真哦 他会比你想的可能更多更细致 因为从他的眼神里面你会觉得他对这部戏其实是在 他想要创造点什么 那这时候演员其实从 说实在话我们也会被他激励说 诶我觉得好像你说讲那么好 然后导演那么用那么认真 嗯 我不能因为我之前因为病痛或干嘛 然后 然后对这个东西就有一些偏见 可是我其实我也慢慢找回我的这个热情跟跟跟跟这个就是 嗯 对嗯 就是在这个剧组当中逐渐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想要去做的一个某种感觉那种那种意愿 对其实讲到这里的话我就觉得领导应该算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人 其实你要想想看你要把所有的演员笼络在一起 而且你要让他们在各自的情绪当中迅速的回到你需要的那种感觉里面 你可能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吧 诶 下了很多功夫啊 我觉得我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看待啊 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小朋友 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但我只是想怎么样把这些小朋友呢 大家凑在一起跟我玩得很开心就这样 就主要在一起玩那个过程 对对对我拍戏就像在玩一样 因为我觉得哎呀大家来玩个游戏 这大家没有玩过的 但是大家在游戏里头呢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什么 嗯哼